乌俄战争中俄罗斯透过强化GPS干扰 降低乌军导引炮弹的效益 而中共近几年来也是全力发展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确保导航服务的自主可控 对此前飞官高志荣就指出 J类的导航战已经常态化 他也建议我方可以开放北斗工作频段 提供给民间各项无线通讯来申请应用 那么借此能够干扰敌方的导航 又或者透过干扰GNSS讯号 强化我方关键基础设施的防护 我们现在看到俄罗斯现在呢 他们发言人说我们俄罗斯处于战争的状态 这个战争这个词呢 是第一次被说出来 但我们都知道可能早就已经在战争状态 然后呢现在俄罗斯也开始呢 在发展很强大的这个爆破的炸弹 比如说这个最新的是 重达三吨的航空爆破的炸弹 FA3000开始大量生产 然后呢之前呢是500 这个说我们的产量也倍增 然后1500的说我们产量也倍增 现在开始是产的是3000的 FAV3000开始量产 它是杀伤性很强的 然后呢它其实重量 这个炸弹的重量1400公斤 从1.6万公尺高空空头 飞行速度时速可以来到了1200公里 然后它爆炸的时候 35公尺内的建筑都会被摧毁 然后呢有一个退军的上校就说 这个其实是乌军步兵的梦魏 如果你说1500是魔鬼的话 那么3000这个等级就是乌军的末日了 这个35公尺内等于就是 没有就是毫无生还 其实是蛮厉害的 主要就看它丢哪里 它如果是要丢公用设施 我认为俄罗斯接下来的打法 大概有两种 一种就是打公用设施 比如说哈尔克夫 现在有20万人陷入 没有电可用的状态 它就是要造成民怨 要让乌克兰人认为 这个战争打不下去 那要泽伦斯基 就是民众的抱怨跟压力 就会投射到哲伦斯基身上 这是一种打法 那第二种打法是 它就扩张要建立军事缓冲区了 是 那最可能的就是打两个位置 一个就是哈尔克夫方向 希望为俄乌边境建立缓冲区 让你打不过来 那第二个就是奥德萨方向 就是一个北一个南 对 然后让你打不到我的黑海舰队 这两个都有可能 而且我认为这个缓冲区不会很小 就说不是那种十公里的缓冲区 它可能会拉大 因为乌克兰蛮大的 说实在 那当然更广义就是 它会不会有意要把德烈伯和当作 新的天然屏障 那这个就很麻烦 我先让大家看一下定列伯和 定列伯和就是把乌克兰 划分为乌冬跟乌西 但是一个天然的屏障 整个贯穿贯 亮哥说如果这样子变成天然屏障 那他要占点东西可多的 对啊 哈尔克夫那地方就非打不可 而且我跟你讲 我刚才听 李理事舰长跟我讲 说定列伯和是可以航行军舰的 难怪现在他们要成立内核部队 对 对 所以就是说 为什么要打奥德萨 因为不打奥德萨 他这个不能进去 到底知道 整列伯的终点是哪里吗 哪里 就是基辅 那就是核心 是啊 就是说我如果打奥德萨 我就可以让我的 你说的内核部队 就开始开进去 这里再给他看一下 比如说南部这边 他就可以从这边进去里面 然后亮哥说 他的中心就是在基辅 是啊 就这样由南往北打过去 是啊 就是这样 好厉害 就是他就不是只有陆军 还有海军 那到时候也会让空军在上面做护卫 哦呦 是啊 一定要的 那就往上打 就打到基辅 那整个往右边一切 就是他要的地方 就是地涅薄荷以东 对啊 因为船比较可以运更多人嘛 OK 所以不知道啦 我怎么讲 我没不知道他会怎么打 可是就是说 我们大概把那个战略区都讲出来了 就是最糟的状况都讲清楚了 对 那我认为俄罗斯不可能承受说 我两个海军舰队都不能用嘛 对 因为目前他的波罗地亚舰队就受困在芬兰湾嘛 是 这个他吞不下去的啦 因为昨天发生一件事啦 说他有那个导弹去打到乌西的勒沃夫 那经过波兰的领空啊 那请问这个飞弹从哪里打的 我看是从波罗地海舰队那边打过来的嘛 不然怎么会穿过波兰呢 因为位置比较可能 对啊 不然怎么会穿过波兰呢 对不对 不然就是卡里林格勒打的啦 飞地 对不对 那另外一个就是黑海舰队现在困着嘛 对 因为这个乌克兰最近去打了 我认为俄罗斯不可能容许这种现象啦 比如说他的三个舰队 只剩下太平洋舰队 太平洋舰队可以用 是是 海森威这一边啊 不可能啊 他绝对不会这样想 因为他 基本上还是定位自己是欧洲国家 是 所以黑海舰队他是一定要用的 对 而且这一次就因为黑海舰队被困住了嘛 他不能透过土耳其进来地中海 对 结果导致 加沙 那个东地中海 只有美军控制嘛 是 如果照他以前的地盘 他是可以过来的啊 所以我的意思说 以俄罗斯这种帝国的思考方式 他却绝对不可能容许 黑海舰队被困住的 对 所以亮哥是不是也有一个观点说 你现在乌克兰去打这个黑海舰队 就算你打了两艘他的舰队 但是是非常不智的 我坦白说啦 我认为普京早就这样想了 我觉得他们会琢磨 重新去攻击蛇岛啦 ok 因为蛇岛就困手在 就刚好控制住那个 奥德萨港的出口 对 那事实上乌克兰的粮食 有11%是经过奥德萨出港 那未来我的意思是说 你如果把蛇岛打下来 他就可以管制乌克兰的进出了 就是说你的船要进或出 可能要我同意 对 这个就很麻烦 真的很麻烦 那乌克兰真的就被掐死了 内陆国了 他就变成内陆国了 真的是变成这样 就是你就由不得你了 这个有点是一个穴道 被他掐住了 就是点穴啦 对 那我认为俄罗斯 是会用很大的力量去打射道 因为上次没有打下来 是 那是短暂占领之后又被躲 对对对对 因为乌克兰还发了邮票 你记不记得 所以 总之做个结论 就是 俄欧战争可能从此进入2.0版 2.0的 这个2.0版就是 对公用设施的 攻击会更激烈 然后对于我们刚刚讲的 哈尔克夫方向 奥德萨方向的 军事缓冲区也会更激烈 然后他的 链河部队也会开始进入 德烨博河 然后一路往 基辅 基辅方向 那真的是 好几个路线在 那真的是三路夹几 是啊 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 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 技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他 称他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go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